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文卫经常在演唱会上以猫女造型登场 这天Karen为新歌拍摄MV 在以这个造型现身 原来这是她在2020年的一系列新计划 今天我其实不是莫文卫 今天我扮演的角色是莫猫宝贝 是一个超级英雄来的 是的 是我新研发出来的一个人物 其实从我去年开始的学问演唱会 已经在舞台上面 我已经有给她呈现给观众了 就是有一段就是这个莫猫来 就是有一段歌舞是属于这个莫猫宝贝的 今天我们其实是拍摄一首新歌 因为最近认识了Far East Movement这个组合 然后我们就来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合作 所以这一首歌呢 因为是一个这么不一样的一次的合作 我就觉得我可以 其实以莫猫的这个角色来唱这首歌 而不是莫文卫来唱这首歌 Karen从小学古针 现在更加是她在舞台上的秘密武器 因为Karen将传统的古针 加入电子和摇滚元素 独创了电古针这种新式乐器 古针是我的 对一直陪伴着我的好朋友 我是十二三岁就开始学 以前当然就是学很传统的那些歌曲 可是到我入行之后 我一直希望可以把东西方的元素放在一起 所以我就找人帮我用传统的古针 可是给他插电 那就是等于你是可以像电吉他来 来弹奏一个古针 是前所未有的 对对对 但目前也应该没有别人有的 那所以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 也可以很多元化 就不一定要弹得很传统 很优美的 你也可以把它变成很rock 很前卫 那所以放在这首歌 有前卫的那个感觉 我就觉得 可是它也有一点点东方的味道 今天这就是没有传统的